措施从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有效扩大市场需求 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促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四个方面 共提出了20项具体举措 纾困方面 通过落实中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社保费阶段性降费还缴等八项措施 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比如措施提出 今年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的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纾困的同时 措施还聚焦促进中小微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比如措施提出 到2023年底 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1.3万家以上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5000家以上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00家以上 2022年 深圳接连出台筑企纾困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等四个30条 和稳经济接续20条政策 汇集市场主体超770万家次 累计为市场主体减负超1500亿元 去年 深圳全年共推动3714户 个体户转型升级为企业 新增市场主体突破50万 市场主体总量继续稳居 全国大中城市首位 接下来连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数字战略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曹中雄 曹所长您好 去年深圳筑企纾困的政策已有不少 比如系列30条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措施 要进一步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抓住了中小企业发展的 一个两大方面的一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发展的一个稳定的问题 所以我们从降成本 我们从这种给空间的过程中 降各种方面吧 解决当前发展的一些困难的问题 确保中小企业度过一个相对一个瓶颈期 那么更重要的是 着远于中小企业长远发展 支持中小企业创新 支持中小企业去转型过程中 能够实现我们整个经济的一个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支持中小企业创新 那么我们更多的给市场 给应用场景 同时还要着力于中小企业的发展转型的问题 特别是数字技术 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 我们利用政策 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推动我们自身的发展 措施中有一条是 降低企业用房成本 提出要推进工业上楼 那您怎么看工业上楼模式呢 比如说这种中和成本上升 土地成本上升 还有很多这种租金上涨的问题 确实对中小企业提出了一个较大的这种难题 我们创新的一个工业上楼的模式 我觉得这是我们发展都市性工业 研发性工业 特别是支持制造业 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 特别是我们讲研发 创新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举措 也是胜应了当前 深圳制造业工业的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方向 把握了一个产业的发展规律 提供一个新型的一个物理空间 保障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的一个稳定和发展 壮大的一个支撑基础 那您怎么理解深圳高质量发展大会提出的大企业顶天立地 小企业铺天盖地呢 我觉得从这个企业生态来说 大企业关注大的重大的产业基础性的破题 那中小企业在产业的工业各个环节进行创新突破 共享创新的模式过程中 形成真正的一个 类似于我们的南方的龙树的一个大龙树的一个模式 以生态圈的模式来实现我们整个经济的一个高水量发展 实现一个局勤式的发展